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4月24号 礼拜三 那么关于环境卡 没有消息呢 也是有点消息了 什么消息呢 就现在很多环境卡客户在问 他们递交了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不是几个月 有些朋友已经是在2020年递交的 然后后面错过了一次打指纹的机会 就再也再也约不上了 律师发邮件也好 然后这个网站里也好 就再也约不上那个打指纹 所以导致 其实2020年递交到现在呢 也有前后也有4年了 如果后面这个什么葡萄牙新的国际法生效 那它是可能符合这个条件 直接去考个A2 然后按那个递交的时间来算 那么它满5年也可以递交国际的申请 那这个是最好的结果 不过很多朋友呢 很多这个环境卡的客人呢 他是想带小孩子来这里上学什么的 那么就问 必须是要先拿到卡再过来呢 还是怎样 那么我们这里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 可以先过来 直接过来在这里等卡 然后这个就是回去出来有点不方便 除此之外呢 在葡萄牙照常生活 然后这个小孩子照常录学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环境卡到时候 如果有开位置了 那么你们人在葡萄牙的 那就随时可以约起来去按指纹 去拍照什么的都方便 那如果退一步 退一步来讲 如果你想录集 那么也直接过来去理事物大学 什么机构里考一个A2出来 到时候直接递交去申请 去等这个国籍就好了 但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新的国籍 葡萄牙新的国籍法 这个系者没有出来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弄 因为它里面有明确的 现在有明确的说 是必须要有一张有效的拘留卡 那你没有拘留卡的情况下去递交 那肯定这个材料又不符合 不过它审核的进度 现在也是比较慢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先去递交 那等到它那个系者 真的出来的时候 再补交一些材料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建议 不过目前来说 很多这些早年办的 十年前办的 这些环境的客户 都逐步的在 要么就升级为国籍 要么就去别的国家了 还有很大部分的就是 都是弃卡走人了 回去了 就回中国去了 这个也是一个现实 这个也是个现实 因为大家这个效率 真的太低了 没办法 那么我们也近期也帮一些 协助一些客人 把银行重新激活一下 把房子卖卖掉 然后就就回去了 他们就回去了 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找我们 我们可以协助你们 把葡萄牙这些房子卖卖掉 然后把这里的清理掉 明年的税亚结调 结调就没有 葡萄牙这边的一些事情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